一瓶福特加 欢迎收看快速认识MLB球星系列 想看其他球星的介绍记得点进我的频道哦 现在让我们开始 这次要介绍的是蓝鸟的帅帅小声Josh Donaldson Josh Donaldson 中文名唐纳生 背号20号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三雷手 绰号 绰号 怎么去年的MVP都没有绰号 我觉得我刚刚取的绰号不错 就叫小声吧 Donaldson在高中不止双七 他是三七运动员 不只运动三七 他在棒球场上也打过很多位置 他先是队上的投手兼游击手 大一时是三雷手 到了大二由于队上的捕手投入职业才转当捕手 靠着明星级的打击帮助球队 这样的超级打击步骤 早早便抓住大联盟各队球弹的目光 在2007年的选秀会上 以第一轮第48顺位被小雄队选中 在小雄的新人联盟起步 童年身上短期EA 表现十分不错 有强打扑手的味道 靠年身上EA表现却不理想 刚好小雄当年战绩不错 继终以买家的身份寻求补强 运动家队在选秀时早已看上Donaldson 可惜被小雄先选走 趁此机会透过交易换到Donaldson 如今看来当初这个交易最不起人的Donaldson 反而是这里面最有价值的球员 来到运动家从高阶EA起步 成绩提升后 运动家为了让他更早升上大联盟 有鉴于他可以守很多位置 便让他尝试守一雷和三雷 但依旧以扑手为主 隔年身上2A靠着将近1比1的三阵保送比 在运动家最重视的上雷率有非常大的加分 2010年便在3A开季 随时准备上大联盟 开季不久便升上大联盟 大联盟生涯就此展开 虽然初登板是带打上场遭到三阵 但隔天便以第8棒先发扑手翘处一发两分炮 作为生涯的守安守红 帮助球队赢球 但是在大联盟这段时间 整体表现陷入低潮 也被球团下放回3A磨练 回到3A后的Donelson摆脱低潮 尤其是拳雷打的产量 再次让运动家眼睛微距一亮 2011年运动家有意让Donelson移放3A 并且让他在3A磨练一整季 在角出更优异的成绩之后 Donelson已经成为运动家下个球季正规3A手的有力竞争者了 2012年虽然已先发3A手开季 却打得十分糟糕 整体在大小联盟间上上下下 吊诡的是大小联盟的Donelson判若两人 索性在听取教练的建议调整心态与打击姿势后 在8月中本季第三次上大联盟后 终于达出应有的身价 帮助运动家与分区龙头之姿闯入季后赛 对上如日冲天的老虎 虽然Donelson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老虎靠着更完整的阵容在五战中胜出 说真的以老虎当年的实力真的是无人能抵啊 2013年Donelson终于站稳大联盟 打出生涯第一发在线全壘打跟满关炮 有着全明星级的数据却没入选明星赛 因为被当时守三壘的地表最强打者Mega Cabrera 还有白金手备网子Many Machado挡在后头 Donelson也因此对比他自立前的Machado怀恨在心 Donelson在明星赛后开启无双状态 不仅获选9月份每年单约最佳球员 还带领运动家再次晋级季后赛 不过又对上阵容更进化的老虎 同样在第五战败下阵来 这年的老虎看来比去年更加势不可挡 Donelson的表现足以问底年度MVP 但是由于传统数据不如Cabrera 胜场贡献指数又不如95之尊Mike Trout 屈居第二 最后输给Cabrera Trout 超过50红群内打王Chris Davis 排名第四 2014年上半季运动家战绩领先全联盟 Donelson靠着大量的全雷打输出 终于成为明星赛每年先发三类手 还参加了当年的全雷打大赛 不过第一轮就被淘汰 明星赛后运动家战绩下滑 除了Donelson和外来手Josh Redick之外的打者熄火是主意 只能以外卡之姿进入季后赛 虽然输给皇家 却打出时尚经典的外卡大战 皇家旌旗也一路杀进世界大赛 才败给偶数年王朝巨人 Donelson这年的守备也获得防守圣经的认可 经过2014年的失败后 运动家开始大破大力 甚至连正职巅峰的看板球星Donelson也不例外 运动家将Donelson交易到蓝鸟 虽然让他感到震惊 不过从投手球场转到打者球场 Donelson的打击数据必定会再提升 再加上蓝鸟已有了强力打线 星球季的蓝鸟渴望重返季后赛 2015年身包硬打线果然名不虚传 这次Donelson获得破纪录的选票支持 蟬聯明星赛每年先发三雷手 并且再次参加拳雷打打赛 这次输给当年的冠军Todd Frazier 明星赛后Donelson打了一支超级拳雷打 整季Donelson打出生涯新高的41发全雷打 花刮生涯第一百轰 整季的表现被誉为蓝鸟史上最佳表现之一 也囊括了许多奖项 并且靠着众多打击数据领先全联盟 以及指数给Hopper和Trout的胜场贡献指数 拿下个人手作每年MVP 蓝鸟也已分去龙头之姿 闯进魁为多年的季后赛 第一轮对游记兵拥有主场优势的蓝鸟却连输两场 不过却马上在游记兵主场逃回两场 又来到生死战第五场 双方你来我往 第六局蓝鸟靠着尹卡纳斯用生涯季后赛手工追平战局 第七局游记兵在蓝鸟普手一次回穿球 打到达者守备的罕见实物上跑回一分超前 就好像是棒球之神认为这样的胜利要打上星号一样 在下个半局游记兵游记手连续的戏队级失误 Donaldson趁此打回一分追平 紧接着是只有在时尚的经典萤幕 第六局标准 第六局标准 生包硬打现三人发攻 将蓝鸟推进到下一轮联盟冠军赛 第二人对皇家这次在皇家主场就先输两场 雖然第三場回到出場靠著丹奧森等人的火力支援勝出 第四場卻遭到大屠殺 在3比1的劣勢下最終只在扳回一城 以4比2敗下陣來 結束了丹奧森第一次的聯盟冠軍賽 丹奧森在場上的熱血表現不輸Harper 而場下的丹奧森還是一個高爾夫狂熱分子 聽說他是在邊收看高爾夫邊玩真人快打的時候 被告知被教育到藍鳥的 所以在丹奧森特休去打高爾夫球 或是去當圍巾人之前 我們要好好享受他在棒球場上為我們帶來的精彩表現 總結一句話就是 丹奧森正朝最強三壘手邁進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集將是這系列的最後一集喔 See you 我忘了說還記得丹奧森和Machado的心結嗎? 他們確實有發生一連算的衝突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Runner off second base Jones will go towards third base Donilson Oh who's gonna tag him And gets the out And Manny Machado didn't like it And they haven't words Machado slammed the helmet down He thought that Donaldson hit him a little too hard 3-2 pitch and it hit him Norris got hit 你支持Donaldson還是Machado呢? 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唷